各位喝一杯 法国本土红酒 本土的名词为何近年冒起 其实全世界都有 因为是对抗那种全球一体化 当你去到世界各大城市 连拉撒都见到麦当努 或印度都见到家乡 为何这些城市如此似美国 欧洲人家最早觉醒 例如巴黎 罗马 它要保持自己的风茅 罗马精神法国的《路易十四》 来抗拒 给麦当努可口可乐和迪士尼 将全世界的消费品位统一 所以本土是世界的现象 因为抗拒 国质性 为何来到香港变成一种罪名 阿彪青 你是一个彪青人物 本土的 康康不言 现在已经做到博客在四围 非 business class 今年是多少岁? 30 30岁已经坐飞机免费做 business class 可认为已经是本土清清到不清 我现在还未成功 我这分钟逼意外和大陆人 我也是乱看的 这样对着脚一起浪 你真棒 所以我在你面前认低一段 你怎样看本土的问题 有什么好介绍 我上一集说过 是很territorial 即是边界性 边界或是关于土地性 香港经常说香港怎样怎样 我认识城市的本质 我最近你说的这些东西 我看一本2014年的 是什么? Economist 英国经济学人 没错 这本《精英》雜誌 不是个个人会看 我的英文未够班 我不是谁都会看 说笑 你有什么好指点? 想起有一段可能是关事 就是因为他说 大陆城市的发展与其他城市不同 是引录一个英国的作家 兼一个政治家 Benjamin Disraelis 哦 这个是政治家 在里面这样说 手上 A great city is a type of some great idea Rome represents conquest 罗马代表征服 Faith hovers over the towers of Jerusalem And Ephems embodies the preeminent quality of the antique world and arts 是 In building in cities China's officials have only one great idea in mind Growth 那句不是 This is really 增长 那句是 Economist 那个颠緝社 这句为什么会触动你 你为什么要选择这段 因为我想 他说每个城市有great idea 香港当然是part of china 慢慢逐渐只是GDP追求 以及一些数字 每个地方都是一些 另外一个作家说的我 John Berger 他说现在这个世界 好像是一个 A air condition nightmare of street mall 全部都是有冷气 有冷气开放的 叫做街道商场 组成的恶梦 这句很厉害 John Berger 这句很厉害 这句很厉害 就是Waste of seeing的作者 刚才你介绍我看的 John Berger 所以 你说本土也好 如果本土没有特色 好像这位主篇评论 现在大陆的城市是没有特色 他有每个城市在追求 不叫增长 这些是Cities of growth Cities of figures 不是Cities of ideas 最重要是有idea 对不对 你说到这个令我想起小贩问题 香港政府的政策 现在推动的流动车 是吗 熟食流动车 那些完全不是我们香港本土感觉的东西 哪里是我们香港人 你说得对吗 即是开着车 叮叮叮叮叮叮賣雪糕的 那些贵老爷 在美国的城市 Florida 加州经常见 即是买雪糕 香港不是的 香港是大排档 像长椅子般蹲 就算有没有推那些 就不是熟食 是以前买的星洲白糖糕 砭仔糕 不是一架车 现在那种很荒谬 还有那么多规范 有个雨傘顶 怎样才能保持本土味 有什么高见 中国社会文化很惨 你要回到大排档 一定要将西方现代的卫生观点 放在哪里 荣泥苑最初在钻石山山溪边摆 那些碗碟吃完就拖两拖 如果进入一个商场 当然是好吃 不过是变成另一样东西 当然它做大了 所以中国社会里 那种叫本土凄凉 好像以前所说的 没有熟食 不是熟食车 而是大排档 没错 现在说到大排档 食环处又说这些不行 现在又说 区议会又说那样会 骚髒骚 然后又说要外国标准 要这样的卫生 这样就完结了 大大地也是 大大地就是香港一个尚未进入 shopping mall的时代 一个本土的spectacle 这个叫pre-shopping mall 香港spectacle of localism 是吧 in the pre-shopping mall era 现在没有用 怎样复兴大大地 复兴来也没有用 因为人们的气氛不同 大大地里要 召田鸡 胸口碎大石 生食滚油 没有猴子 没有猴子也不行 第一是约束 第二只猴子 又没有塞 又没有传播 衣波拉 那些人弹开 所以现在本土 其实挺凄凄 那些年轻人在喊 所以本土也是一个 fluid concept 流动的概念 也在变什么为之 我们代表现在的本土 和可能以往的概念 已经不同 所以你将它政治来看 是其中一个方面 有些什么分离主义 没有这些 它本身是分离 在某种程度上 但在一个大 umbrella 那叫中国的街头文化 譬如香港大大地里面的 那种杂洒各种项目 赵田鸡和武猫 是跟北平天桥那种类似 亦都跟东京梦华六 这个宋朝的开封 那时你看 那个长卷里面的 是一样的 这个market place 是的 要有一个地方才行 都是属于一个中国文化 一千年自然献生 不过来到香港 结合到香港的气候 变成了广东人 有什么问题 没有冲突 有什么好骂 有什么罪名 所以人们很差 要你两位多些通识的人 提出一些问题 然后大家讨论 多谢 茅塞顿开 多谢介绍这些英文名片